因为燃料电池反应热能很高 可以将这些热能回收之后 供给82%的家用热水 再加上燃料电池提高的效率 平均一个家庭 一年大约可以减少相当于18桶煤油的能源使用量 而二氧化碳的减量则相当于面积 2200平方公尺森林所吸收的量 从日本人最爱的泡汤 到日常家庭的用电 燃料电池 已经一步一步降低了我们对于电网的依赖 未来还有另一种燃料电池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就是直接甲醇燃料电池 它让我们外出到任何地方 就不需要再带着长长的电线四处地去寻找插座 而只要更换无污染的燃料棒 就可以让笔记型电脑 手机达到无线用电 以及无线上网的境界 我们的生活将随着燃料电池的应用 越来越环保 而且越来越便利